買了一個樓 然後我們想一定要有一個設計 可以用完我們的空間 因為我們有用餐廳 還有我們有多些地方 然後上了你的公司 跟你的設計人聊天 就覺得設計很適合我們 那我們就不要找大家 今天帶大家來到加坑灣 一個高層單位 在擁維多利亞無敵海景 單位裏面的設計 以盡用空間 和照顧小朋友的安全為主 設計師聽取護主的意見之後 當然將護主的要求 一一實現在這個單位裏面 對護主來說 有空喝冷杯 就是護主的習慣 所以房間裏面 當然要有一張巴桌 實出的位置 對好動的小朋友來說 絕對是一個危機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設計師就使用了一個可接式的巴桌 這個家裏的小朋友 需要很多地方去玩 但如果放了飯桌 在這裡又會減少他們的活動空間 那可以怎樣呢 你看一下 只要簡單幾個步驟 就可以把巴桌摺起來 如果設計師把桌子變為收藏式 這樣小朋友就喜歡怎樣玩都可以 因為巴桌的位置較高 所以設計師還特意加設了一個加固的設計 只要把它鎖上 巴桌就會很安全地固定位置 就算小朋友撞到一個櫃 把桌也不會掉下來 設計上同時滿足了護主兩個要求 認真實用 在另一邊廂 單位裡面的廚房 採用了開放式的設計 開放式設計 就可以利用原有的空間 減低室內的壓迫感 完全滿足到護主要求的地盡其用 主人房以全房地台設計 儲物量當然非常高 而且以銀色的設計為主 符合護主想要CyberD的要求 小朋友房就以白色和黃色為主 適合小孩子活潑可愛的性格 而且整體設計也非常實用 不過我們都很好奇 護主有怎樣得知我們設計情報呢 你們的廣告吸引到我 就是你們的例子 之前幫客戶做過裝修 我覺得很有特色很漂亮 所以我們就選了你們 原來在設計的概念上 護主都改動過很多次 而我們的設計師都一一滿足到 不知道護主對我們的設計師 又有什麼評價呢 因為我們好像 現在一個小的房間 本來我們打算安裝寶寶床 連同窗台一起安裝 但其實設計師已經幫我們設計好了 到最後我們開工 上來就說不行 想了一下也不好 然後就跟設計師說 改了去 去不反應非常專業 很專業 就說好呀 好幫你改 還有你們喜歡 就是我們客戶喜歡 上來看見不喜歡顏色 就馬上叫他 說不喜歡黑色的玻璃 然後他說沒問題 然後過幾天就跟我們改 都好像很友善 還有很照顧到我們 還有我們有什麼特別的 一些臨時的改動 他們都很願意 很樂意的幫我們說 在聊天的同時 護主一次又一次稱讚 我們那幫樂手樂腳的服務隊 不如又聽聽護主有什麼說 師傅非常好 我請可以 我請喝奶茶他都不要 大致上來說 因為我們最後做完之後 都有一些細小的 有些要收拾一下 有油油 差了地方沒有油油 我們召回師傅 師傅都上來三四次 都收拾一些很細小的東西 甚至乎有些細小的 是那些 有條電線 我想拉長一點 他們都想來幫我們再做過 其實還有 我反而覺得 我們做完之後 差不多幾個月之後 有一些細小的東西 要收拾 師傅都很想來幫我們收拾 我覺得這方面 如果是外面找其他設計公司 或者是裝修的師傅 他們一定不會這麼做 見護主笑得這麼開心 不知道他們對我們 今次的設計又滿不滿意呢 一定滿意 如果不滿意 我們都不會再做 見到我們的設計 剛好護主和他小朋友的心水 連我們都被他們的開心感染了 相信護主在往後的日子 都會記得今次這麼優質的享受 小朋友 我們都會在一起去 有條件 有所謂的水 那是水 水 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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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水